作词 李宗盛 我们下边这个采访 嘉宾也是一位老人家 今年快七十岁了 这个采访每次都是老人家的儿子先上来做汇报 这次儿子在家乡照顾一些事情 老妈妈来上台来讲 他的儿子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 那么命运特别坎坷 做了很多的措施 对父母不孝 真正叫打爹骂娘 拿刀捅自己的父亲 后来还卖假药 还要杀死自己的妻子 做了很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学了传统文化 这个人就发生了改变 他汇报完之后 很多观众就要问了 说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谁教的呢 所以这个老妈妈快七十岁了 上台来向大家来汇报 那个孩子就是她教出来 她是怎么教的呢 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 灾难都有根源 人生的痛苦都有种子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开始采访 这个缘由 这个讲台很像是一个中医的诊所的 那个看病的地方 什么病情我们来了 拿弟子归古圣先贤的教导 一对招 马上就能发现 那么请问呢 小的时候 您老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不敢说我上台来汇报 我是来上台来忏悔 因为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过去我做过很多坏事 很多不道德的事 因为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传统文化救了我的命 所以我要感恩 我上台来先说一说 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过去种了很多恶的种子 也结了很多恶的果实 我从前在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七岁 我就和我家邻居一个大小子 就是跟她学淘宝 偷人家的钱 那个时候您多大年岁 我那时候是七岁 七岁 小女孩 是 偷了多长时间 偷了有一年来的 一年多 有一年多 后来就是被警察就抓住了 那这个钱都拿到您手里了 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小也不 我觉得我不会花钱 都被这个小伙拿走了 每一次都是钱一到手 他就拿走 就等于是啊 帮别人呢 来偷这个钱包 是 那爸爸妈妈知道了什么反应 后来被警察抓住了 完了就 我因为小 没受什么处分 给我送到家里 父母看了知道以后 就是过去根本就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以后呢 把父母都气坏了 父母重重地打了我一顿 这个事情 就是对我 对于我来说 就给我 给我这一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就是从这开始 我一直就是 没做过什么好事 一直就做恶事 伤害别人 坑害别人 那么您后来上了学 在家里也不听父母的话 那父母以后是怎么管教的呢 后来我上学以后 也不好好念书 不听父母的话 我也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后来那个父母因为都多病 年岁也大了 后来就都去世了 那就是说您在挺年轻挺小的时候 是 就没有人管了 没人教了 不爱念书 后来就退学了 就爸爸妈妈早很早就去世了 是 那然后呢 后来我就是那时候是十七八岁 我就没到结婚的年龄 就是通过别人介绍我就结了婚 有了孩子 很早就结婚了 是 那么到哪里生活呢 结婚以后 那个后来就下乡了 下乡以后生活很苦 很苦 您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我赢都没做好 我不会教育孩子 也不会当妈妈 有一次我就和我儿子上 就是上市里去在火车站 我看到一个宝 我就让我儿子到 就是把这个宝拿过来 因为我过去是有贪心 也太不要脸了 所以做了很不道德的事 就是说您看到在火车站 您看到放了一个包 是别人的 是 您让儿子去把那个包给拿过来 是 您当时没有觉得这是教给孩子偷盗啊 我没有那么想 我就是想把那个包占为己有 就是太贪心了 不知道那是犯法 那个时候您的儿子几岁啊 我儿子那时候不到十岁 九岁 九岁 我们这个采访啊 很多的观众啊 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说呢 你们这里面很多的汇报都很好 唯独啊 这个魏老妈妈 她的汇报啊 我们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再糊涂 再不会当家长 也不会教个孩子去偷别人的包啊 那怎么可能呢 各位观众啊 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今天很多领导 很多学校的老师 包括尤其是家长 就跟当年这个魏老妈妈一样 怎么样呢 天天教给孩子去偷盗 我们说完这个话啊 那几个提问提的观众啊 很不理解 我们怎么会呢 我们就来问 什么是偷盗 他答不上来 我说偷盗 在传统文化古圣先贤的教导定义啊 非常准确 清楚 叫什么呢 不予取啊 这个叫偷盗 什么叫不予取呢 人家没想给你 没想给予你啊 你给他取回来 你给他拿过来了 这叫什么呢 不予取 这叫偷盗啊 哎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 天天在教给孩子偷盗啊 什么意思啊 偷盗 各位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占便宜啊 占别人便宜就是偷盗啊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怎么样呢 你看出去买菜 少给点钱 多拿点菜 占便宜 偷盗啊 哎 然后早点下班回来了 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饭吧 哎 你早下班 晚来早走 下午不上班了 下午 那个工资啊 哎 那是单位让你工作呀 才给你的报酬 你没工作呀 晚来早走啊 哎 那怎么样 偷盗 那个钱都是偷盗啊 这个我们才知道 凡是占便宜 都是偷盗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 想一想 天天教给孩子呢 做什么呢 占学校的便宜 占别人的便宜 占国家的便宜 占长辈的便宜 我们做父母的 天天在教孩子这个呀 不但是嘴上教啊 自己还亲自去做呀 来 咱们全家人走了 出去了 开哪里的车 开单位的车 占便宜 偷盗啊 占便宜就是偷盗 不予取啊 没人想给你啊 我们这才知道 孩子坐公共汽车 逃票 到公园里边 或者是到电影院 逃票 逃一块钱的票 那一块钱是偷盗啊 这个我们才知道 你说我 没交给他这个 我就是老想 占人家便宜 你有这个心 那个心叫盗心 偷盗的心啊 都是灾难的种子啊 我们接着往下听 这个老妈妈呀 交给孩子 占别人便宜 交给孩子偷盗 她的孩子很悲惨 她自己也很悲惨 我们接着往下听 不会当妈妈 那怎么做太太呢 我更不会做太太 就是在农村生活挺苦 遇到一个就是一个人 我根本不认识的 她说她认识我 就这样认识了 以后呢 她给了我二百块钱 我是一个不守福德 没有道德的人 就这样 我跟她就有了外遇 后来 这个人呢 是个陌生人 是 把钱给您之后啊 说是借给您 是吧 对 然后您要了吗 我要了 因为我有贪心 有贪心 她给过您几次钱呢 给我两回钱 也没说为什么 就说大家都是老乡是吧 对 她就说她 你挺苦的 生活挺困难 你拿着吧 帮助帮助 是 然后呢 又给了您一次钱 还收下来了 然后就发生了外遇 那么后来呢 我们再来问 这个丈夫 您丈夫知道了 怎么样呢 这个 百善孝为险 万恶淫为首 就是人在贫穷 也不能去做那种 不道德的事 后来我的丈夫知道以后 她不原谅我 提出和我离婚 那后来呢 离婚了 离婚了 就这样 我就把这个家可以 拆散了 拆散了 这个家为什么会被拆散 所谓啊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灾难的种子 根源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听到了 人家给了两百块钱 给了点钱 就帮帮你帮 那是七八十年代 那个钱还挺值钱 买给的呀 占便宜的心啊 占便宜 你有了这个心 这叫偷盗啊 所谓占小便宜 吃大亏 你家没了 什么原因呢 偷盗的心啊 偷盗嘛 什么时候 有这个想法呢 七岁 这个老妈妈七岁啊 邻居就教她偷盗 教了一年 你看看 对她的一生影响太大了 小的时候偷盗 就是不劳而获呀 然后长大了之后啊 她就形成习惯了 教给孩子去偷盗 自己还占便宜 这都是什么呢 都是灾难的根源 那我们接着来问呢 您现在家没有了 然后怎么办呢 后来我又找了第二个丈夫 因为她我相中了她的钱 根本就不是看这个人怎么样 她多大年岁啊 她比我大二十多岁 当时她是六十多 我那时候将近四十岁 三十多岁 找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是 原因就是看上了她的钱 是 也是看上贪心 家里有钱 那然后呢 后来我就跟她登记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她的儿女要分钱 这个钱也分了 我们俩又奋斗 又干了能有八九年 又挣了很多钱 而且有了也有了门市房 因为她的儿女 有的她的儿子 有的都比我大 所以看到我岁数这么小 把这个钱和东西 这个房子都给我 根本就不甘心 完了就 后来就把我打出来了 这就是我贪心 所造下的恶果 得来的 不是 您先慢点说 怎么把您赶出来了 对 把我打出来了 就这样 打出家门 我又和她又离婚了 又离婚了 没有家了 您认为这是自己贪心的 是 赶高来的 对 我们大家听到 这个魏妈妈呀 又一次没有家了 又被赶 而且是被打出来的 什么都没得到 没得到什么钱财 没有 什么原因呢 还是当初啊 那个种子发作了 看上人家钱了 觉得有便宜可占 还是个道性的 偷盗啊 有这个想法啊 占便宜吧 最后怎么样呢 钱 人 两空啊 人才两空啊 哎 我们看到 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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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什么造成的 占便宜啊 哎 有这个偷盗的想法 有这个偷盗的行为啊 占便宜的行为啊 最后 灾难都发生 那现在 您又是一个人了 啊 孤苦伶仃 那怎么生活呢 后来我又显入了 卖中草药 可是我卖中草药 挣的钱都是凶财 因为我那时候 做的都是缺德事 本来卖中草药 是救人生命的 可是我这个人 道德败坏 卖的是假药 竟坑害老百姓 做了很不道德的事 后来就是种下了这样的热果 得来的全是热的种子 在货 那么我们问一下 您卖假的中药啊 卖假药啊 多长时间呢 卖了能有七八年 七八年时间都卖假药 对 那么您老挣了多少钱呢 我根本也没挣到钱 后来又赶上了三腰五打甲 把我的药全部都拉走 没收了 啊 等于是最后什么都没落下 什么都没剩到 是 哎 这又是灾难 忙了七八年 最后啊 什么钱都没挣到 而且还有灾货 什么原因呢 卖假中药 卖假中药还是占便宜 还是偷盗还是个盗心 这可了不得 你看七岁的时候 种了个种子 哎 不劳而获 占便宜 到了七十岁还受苦啊 我们知道 偷盗占便宜 这是极恶的能量 你做的话 一定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 恶报啊 报应就找来了 哎 我们下面接着来问一下 啊 真的是那句话 啊 警察不来找啊 那个灾难来找啊 后来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真是传统文化救了我 救了我的性命 我零八年得了心脏病 因为我种的热的种子 得来的一定是热的结果 我心脏病非常严重 同时在那一年我还得了风湿 风湿 是内风湿 这种病根本就治不好 这个心脏病 这个心脏病我们问一下 心脏病很严重吗 挺严重 有一天晚上我这心脏病就犯了 当时我的儿子和我儿媳妇 我和我小儿子在一起过 我小儿子和儿媳妇就看到我这个样 就是说我脸都发紧了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胳膊都凉了半叠了 而且这个血吧 就感觉忘一块锯 特别难受 后来我那个小儿子说 赶紧给我哥哥打电话吧 让他赶紧来 给我妈处理后事 我知道我这是我自己赶着来的 我自己做的恶事太多了 所以必须得有报应 后来孩子们要送我上医院 当时那时候是半夜了 我就说医院根本就也没有人的 我儿子去看你了 没有大夫 后来我自己知道我做的恶事太多 所以我就跪在我父母的向前 给我老祖宗磕头 给我父母磕头 我真意你忏悔 当时啊 这个心脏病发作严重的程度 这个您的孩子已经给您准备后事了是吧 当时很快就要死了 当时我是感觉我确实我很难受 这个脸吧 说不上来那个感觉 就是脸特别特别的 就好像没有血了似的 这个浑身的血吧 往一块距离我呀 就像丑似的 特别特别难受 所以我就忏悔 我来那拜我的父母 拜我的老祖宗 我忏悔 我拜了能有五六个小时 在那磕头给父母的画像 后来曾经是传统文化救了我 奇迹也出现了 我没有死 我又缓过来了 那是几几年的事情呢 那是零八年 从那会起啊 您拜了多长时间呢 我从那时候起 我第二天 因为我缓过来了 我就那个还拜 就是一天就拜五个小时 给父母的画像磕头认罪 对 拜了三个月是吧 拜了两个月 两个月 完了我后来 我全恢复了 都恢复过来了 就是我上这个论坛之前 我这手啊 也是内风是很严重 当时这手啊 转不上是这样 我来的时候 现在这手吧 骨头全都浮原了 而且也都好了 都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了 我确实要感谢 地质鬼 感谢传统文化 所以说我要劝我们的 下边的观众 父老乡亲 你们都要学习 传统文化 学习我们老祖宗的 圣言教育 我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我要不学习 传统文化 我要不学习地质鬼 我真正早就死了 也不能坐在这个台上 来忏悔 那么您老人家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 我们就来问一下啊 有哪些对您的生活 生命改变的地方 因为我过去做了很多 坏事 太饿了 我一定要做点善事 来弥补我的过去 我是卖中套药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卖假药了 我有十了年不卖假药了 有一个小女孩到我那去抓药 她就跟我说 她说阿姨 我那个家里特别困难 她说我得的是心脏病 在你这抓药 你算我便宜点 我听说她很穷 没有钱 我一看我这忏悔的机会来了 我就告诉她 我说你在我这抓药 我不喝你要钱 你就来我这吃吧 她每回抓药是抓师傅 在我这抓了有一年多 一年半吧将军 后来她心脏病好了 这一年半呢 这个药啊 全都是白送给她的 是 现在这个小女孩已经好了 心脏病 是她已经好了 是救人一命 我就把我们传统文化的 这些光盘和这个地质柜 我送给她 我说你好好学这个 我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我说你一定要要好好学 你的心脏病也能好 我就讲我的经过 我还有一个 就是我在天津论坛的时候 我回家 我儿子告诉我有一个 就是有两口子 他得了子宫肌瘤 这个女的 我儿子说的咱们去看看 我说去吧 我就和我儿媳婦儿子 咱们都去了 我到那一看 我真的进屋一看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一看她地上 背上 褥子上 就是她身上全是血 脸色特别苍白 我还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不上医院呢 她说她交不起住院费 而且也没有手术费 我在这时候 我和我儿子 大家就给她抬到车上 给她送到医院 给她交了手术费 交了住院费 又给她找的银 第二天做了手术 这个也恢复也挺好 这个人也得救了 是 你们一共 给这个大出血的这一家病人 他们没钱看病 你们给了他们多少钱 将近一万五千块钱 也是白送的 一万五 不认识他们是吧 不认识 我们听说呀 你们还常常啊 全家人去给这个养老院 近老院去送大米 去送油是吧 是 我过去我的父母去世里找 我没有孝心找他们 所以呢 就是近老院这些老人 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我这是我应该做的 买上一车大米给送去 买上一车油给送去 我来弥补我的过去 我过去做的太饿了 所以我一定要弥补 那您这个家里边的人呢 改变是不是也很大 是 我儿子和我儿媳妇改变的也不像以前了 儿子和儿媳妇都是学传统文化的 他们学的也很好 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做上一桌蔬菜 包上树下的饺子在一起 过年 他们就是儿子 媳妇 孙子孙女跪倒一片 我心里真是特别地看到以后我非常的欣慰 我心里真是感激传统文化 感激老祖宗的圣贤教育 这个老人家呀 还能够有这么幸福的晚年呢 过年的时候家人给他跪倒一片呢 都来祝福老人家 他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晚年 那刚才您老爷讲了 肯定不卖假中药了 是 不卖假药能赚钱吗 能赚钱 我过去就是卖假药 我也没少奔波 没少忙活 可是我没赚到钱 一直都在租房子住 后来呢 那个我不卖假药了 我帮别人了 我也做善事了 我在沈阳我买了两处房子 而且自己家里还有了汽车 我过去连做梦我也没有想到 这真是感谢老祖宗 感谢传统文化 在采访的最后啊 我们请老人家像那些还卖假药的 还坑人骗人的那些人啊 讲两句话 那些人都是什么心呢 道心 偷盗的心 行为呢 都是偷盗 占便宜吗 我们请老人家这过来人讲的话 那一定要听啊 像我这么样一个恶人 我还能改好 我确实得感谢传统文化 感谢我们的老祖宗 圣贤的教育 所以我在这里要奉献大家 一定要学习地质规 学习传统文化 他真能救我们 真能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 而且我 我奉劝大家不要再卖假药 不要再坑别人 既坑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这是不道德的事 我向大家忏悔 我在这里 我向大家 我要说我要磕一个头 我要忏悔我过去坑害过的人 我对不起他们 我请他们原谅我 我向他们忏悔 好 慢一点啊 老人家呀 是向那些 吃过假药的 那些受害人的忏悔 好 慢一点啊 我们再次感恩啊 这位年轻七十的老人